黑哥 你觉得朋友之间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 你觉得呢 包拢吧 还有理解 我讲个故事吧 好啊 好啊 来来来 有这么一对朋友啊 强子和老傅 两个人呢 打小穿着一条裤衩长大的 一起奋斗 从湖南某农村到了大城市 然而比较可惜的是 因为高中的时候 老傅被别人欺负 强子被他出头 打了那帮人 当时呢 老傅的成绩比较好 所以强子一个人把所有的事都扛下来了 后来老傅呢 做办公室 年收入过百万 强子呢 在家私企做运输 年收入不过十万 但是这并不影响两个人的关系 他们没事的时候 仍然会约在一起喝顿酒 有天上午 老傅给强子打了个电话 约他吃饭 强子也硬了 他们忙活了整整一上午啊 把菜给做好了 结果到了饭点 打强子的电话 死活没有人接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6中晚9月3日讯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在本市第三大街路口发生日期严重车祸 造成一人死亡 三人受伤 事故一发生 执行人员已第一时间到现场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上次工作,工资浸 好 大家过去 就是 我没有执行人员 捝国寠 拨打啊 她 combined 随二 你看 不要 早上 接到强子的电话之后 老傅一脸懵逼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 他老婆回来了 给老傅说了个事 什么事 他老婆从其他渠道了解到 强子中午送货的时候 发生车祸了 人已经不在了 强子不刚给老傅打个电话吗 对啊 但是就在老傅想调出 刚刚的通话记录 给他老婆证明的时候 他发现那个通话记录 消失了 我跟你说 你冷静一下 我今天在单位 碰到强子的同事 他跟我说 强子今天中午出车祸了 新闻都播了 强子他人 已经不在了 不是 他刚才真给我打了 他 那你跟我说他通话记录呢 那我再给他播播看看呢 听拨打的电话已关起 和服务学书扣文 扣文扣 您好 听拨打的电话已关起 听拨打的电话已关起 联想着强子的话 老傅也拿捏不清楚 到底什么情况 直到他赶到医院之后 他不得不接受 这个悲惨的现实 强子走了 他的脑海里 无时无刻不回放着 他和强子的种种过往 他知道 这一辈子 那个奋不顾身 去河里救他 那个在他被欺负的时候 永远站在他身边的朋友 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 再跟他一起喝酒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样了 他让老傅硬直消强了三年 直到三年后的某天 他做梦了 他梦到强子了 在梦中强子给他打了电话 电话里强子约他见面 随着电话的挂断 老傅惊醒了 尽管他知道强子已经不在了 但是他仍然坚持 要去赴约 老公 我求你 你能不能清醒 他已经死了三年 三年了 你不求我求我 哪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夫去了 见到强者了 怎么可能 只不过是个梦而已 但是恰巧的这个时候 老夫老婆的电话响了 强者 您好女人士 我是小区物业 刚刚您楼下的住户发生人机爆炸 现场十分危险 目前正在进行搜救工作 如果确认家中没人的话 请暂时不要回来 等候通知 她们躲过一劫 好看 强者将救到了 这故事真的假的啊 票哥 不要管故事是真是假 所以听到这里 你们觉得交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信任啊 如果没有信任 老夫能逃过这一劫吗